說到這個特色美食 怎麼能夠忘了在地的台式庶民小吃呢 接下來就為您邀請到我們大溪區長陳家聰 帶大家來到大溪吃美食 來大溪除了必吃的豆干之外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在地的美味料理 是值得嘗一嘗的喔 大溪鎮上就有一家隱身在巷弄裡面 它沒有招牌 不過卻開了40個年頭的台式小吃店 40年頭非常的勞店 地方上也就是老一輩的聲勢 四聲們都叫它就是三號店 為什麼會叫三號店 蠻特別的 這裡最讓韜客們津津樂道的 當然就是一道滷肥腸 當然這個台式料理的天王菜色滷豬腳 更是讓韜客就口水直流 白傘雞的鹹香美味也是客人必點的菜色 好的 現在我們就把鏡頭交給我們的大溪美食特派記者 陳家聰 陳區長來一起帶我們來大塊朵一番囉 大溪除了風光明媚之外 老街的文化建築 還有打卡聖地 大溪橋以及象鋪提 當然這裡的墨衣博物館也是遊客必訪正地 來到這裡除了逛老街看景點外 不外乎就是要品嘗美食了 這次大溪區長陳家聰化身美食達人 要帶大家前進巷弄品嘗在地40年的老店 評價美味料理 它這是跑山雞肉的 跑山雞 烘仔雞啦 這跑山雞的 它是餵玉米的 所以它吃起來是很好吃 這跟吃了雞吃起來的 不一樣 那這個喔 尤其臉皮喔 臉皮吃下去更好吃 那個皮喔 這是 這個很有質感 吃起來喔 尤其你開始吃的時候 養得美的 這是滷豆干啦 你看 你看不一樣的情況 這個是 你看 吃豆干做大瓜啦 就這樣來了 聽完區長的介紹 大家是不是肚子咕嚕咕嚕的叫呢 沒錯 這些的美味料理 的確會讓人想要大塊朵頤 餐桌上滿滿的台式風味 雖然不是豪華料理 但每一道都是老闆娘有型料理的佳肴 第一次來的顧客 最後都會變成老主婦 它會滷起來說 豬腳我們蒸 要蒸皮比較厚的 因為皮比較厚的 比較有膠質 比較Q 所以說這吃起來 跟八蛋吃起來 氣味完全不一樣 它這個比較Q 比較香 比較有咬勁 吃得很好吃 這叫做土鵝 我們台客 是在山上的土鵝肉 這個名字叫八十鵝 這樣鹹香 鹹香 八十鵝來台客 來吃土 來講講 不是只有吃豆干而已 八十鵝還好吃 這叫做山上的土鵝 吃土鵝 這是Q 又好吃 皮又薄薄 又薄薄薄 香又甜 又鹹香 最實在的土鵝就是台客的吃土鵝 這巷弄的美味料理 沒有招牌也沒有店名 卻是在地大西人都知道的美味小店 雖然沒有店名 在地人自然而然的 就幫他取了米角三號店 只要講三號店 在地人沒有不知道的 想要嘗嘗到地佳肴 千萬不要錯過 這一個巷弄美食了 陶西文 林元收 林慧如 董雨杯 大西採訪報導